严谨神奇之道 深挖未解之谜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飘哥 浩瀚的宇宙往往给予人们以神秘的色彩 人类一直渴望能够寻找到地球文明以外的踪迹 一望无际的尽头是否还有我们所期待的家园呢 真的有的话 我们又如何的到达呢 然而人们却说 我们还没去呢 他们就已经来了 这就是近代非常著名的帕斯卡古拉事件 油炸花生米歇人少许订阅上蒜菜 咱们今天就来拔一拔 关于帕斯塔古拉神秘的外星绑架事件 帕斯卡古拉事件是近代比较出名的外星人的绑架案 它发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 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难道宇宙之中真的存在外星人吗 这些外星人的身上到底存在着什么秘密呢 假如有一天外星人绑架了你 你会怎么办呢 在美国曾经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民意调查 也就是调查有多少人相信这个世界存在外星人 而美国高层却惊奇的发现 有将近一半的老美相信外星人是存在的 那对于我们频道的小伙伴们来说 这还有疑问吗 没有啊 那我们看一看美国的数据 更有甚者是将近400万的美国人 声称自己和外星人有着某种特定神奇的经历 其中大部分人相信自己被外星人绑架过 当然这些人的经历也很有意思 有被外星人从床上直接给抬走的 有连人带车一起被吸走的 甚至有人还说有外星人直接闯入了他的家中 把他的家都给搬走了 要知道霍金的预言是最具有争议的话题 因为他曾经告诫我们不要试图的去联系和寻找外星生命 但是在近几十年里 外星生命却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之中 他们到底为何而来 是因为核武器的原因 还是因为研究人类或者是采集地球上的某种资源 其实最有可能接触过外星生命的是世界各地的原住民 他们一直相信外星生命的存在 而且他们一直认为外星生命就是他们的上师 并且外星生命视为他们的神明 而且膜拜成百上千年一直传承到现在 比如说北美洲的霍皮族 他们把外星生命称为是卡奇纳 而且还有专属的仪式叫做吉瓦 而拉克塔族和契罗基族 则把外星生命认为是星人 因纽特人则把他们称为是天神 在美国南达卡塔州的罗斯布德印第安保留区 接科塔族 有一名叫瓦里斯黑迷路的巫师 在他的著作黑迷路 拉克塔的神圣道路之中 说出了自己的奇特的经历 讲述了他在举行一次仪式期间 看到了一架飞碟降落在他的面前 并且里面走出了几个外星生命 说着不同的语言 随后他们以心灵感应的方式进行了交流 并且他对外星生命进行了欢迎 科塔族并不是唯一一个 这样记载外星人的原著民族 在尊尼族克里族文化之中 他们认为这些外星生命 不仅仅是上师是先知 而且就是他们的祖先 有时候还会把他们通过飞碟的方式 带回到宇宙之中 难道遥远的过去 就已经有外星生命 曾经把人类带回到宇宙中的 某个星球去了吗 大家怎么看 那么凯布预言当案是否能够给你答案呢 那么我们就接着说一说 曾经在1973年就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件 很多人把这一事件叫做帕斯卡古拉事件 可不要小看这个50年前的事件 它直接改变了科学界对外星生命的认知 甚至改变了时间的定义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 1973年的10月11日晚上 42岁的查理西克森和19岁的卡文帕克 在帕斯卡古拉河的西岸的桥墩上和往常一样的在吊着鱼聊着天 忽然 西克森听到身后 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声音 既不是汽车 也不是飞机 而是一种空气摩擦的声音 当他转过身来一看 顿时是毛骨悚然 颤抖的双腿 已经支持不住他的硕大的大身板子 噗通一声 跪下了 他看见一个弹性的物体 他的两盏巨大的蓝灯照亮前方 此物体大约12米长3米高 他在水沙面进行徘徊 就离两人有几十米的左右的距离 一会儿门开了 三个奇怪的物体飘向了两个人 这些物体浑身的散发着蓝色的光芒 形似橄榄球状 大小跟卡车一样 不明飞行物上 有两个类似于窗户似的东西 伴随着奇怪的声音 在这个物体之中 忽然飘出了三个身形奇特的生物 它们的皮肤颜色是灰色的 身体皱巴巴 没有脖子 耳朵也不大 就连眼睛都是一道裂缝 鼻子下面还有一个小口 称之为嘴 手指看起来是十分的锋利 但是双脚却是连在一起的 没有脚趾 说到这里 我们就知道了 它们的描述 和我们现在所认知的 ET小灰人 几乎是一模一样 不明的物体突然飘到了 它们的身边 希克森被其中的两个外星人 抓到了不明飞行物体之内 而他的朋友 被另一个不明飞行物体触碰 竟然随即就晕了过去 根据希克森的描述 当时他的感觉是有不明的光线 从自己的身上游走 仿佛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全面系统的检查 他疑惑是在消除某种病毒类的东西 他试图保持清醒 然而身体却动弹不得 大脑也是半睡半醒 只能一息的听到光线来源之处 在告诉他 他们只是在暗中保护地球的外星文明 不用害怕 就这样 在一种神秘的环境之下 希克森感觉过了几天的时间 一直在被实验着 最终他终于清醒过来 而他却突然发现自己的朋友 就躺在自己的身旁 至于那些奇怪的不明生物 却消失的无影无踪 难道这几天他的朋友 都在这河边自己躺着吗 希克森最终和朋友都被送到了医院 而他核对了一下时间 却惊奇的发现 其实他离开他的朋友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那为什么他会觉得是几天了呢 事后他们都曾经向当地的警察局报案 然而当时的警察并不相信他们的话 后来希克森出版了 《飞碟帕斯卡古拉事件》一书 还导演了一部名叫 《接触》的纪录片 帕克则因为压力过大 而频繁的进出医院 他表示 那些外星人还会用类似于心电感应的方式 不时的传达一些神秘讯息给他 并且给他讲圣经的来龙去脉 并且说其内容是真实发生过的 而他们这些外星人偶尔的绑架事件 是为了更多的了解人类的意识的发展 从而保护地球的物种 避免人类因战争或者辐射而毁灭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 清醒梦可以解释所谓的外星人绑架事件 神经生物学家对梦境的研究提出了一个 可以解释 可以有效说明为什么要有外星人绑架 或者是目击外星人的传言 研究人员在做清醒梦的人的当中 在他们快速的眼球睡眠之时 转动的时候模拟出外星人和UFO的场景 结果表示许多人都在睡醒之后 陈述自己经历了外星人绑架 或者是目击UFO的现实场景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 所谓的外星人绑架事件 或许是一种人类大脑虚拟的想象 那什么是清醒梦呢 所谓清醒的梦 是人们在睡眠之时 大脑处于部分清醒 能够控制自己的梦 2016年在《意识与认知》杂志上 发表的研究报告 分析了人类近50年来的睡眠状况 统计数据 结果显示 约55%的人在他的一生之中 做过一次或者是多次的清醒梦 23%的人每月至少做一次清醒梦 这个清醒梦就如同身临其境的影视剧一样 让人惊悚不已 同时还深信不疑 那么这一起帕斯卡古拉事件 难道就是清醒梦所造成的吗 后来的科学家 对两个人进行了多次的研究 并且总结出了多个的相关的报告 其中显示 这起事件没有任何清醒梦的因素 很可能是一起真实的发生在三维世界当中的外星绑架事件 而通过希克森的描述 后来的FBI讲大部分资料转给了NASA 科学家通过这些真实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包括小灰人ET的形象和生理特征 时间的流动 外星人的绑架的目的等等课题 其中科学家们为希克森的时间错乱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在事件之中极为可能的是 外星飞船将希克森带到了外太空 并且是在进行行进的过程当中 对他进行了人体实验 或者称人体检查 在高速运转的飞行之中 时间是变化的 或者说时间是会变慢的 这就是科学界近年以来一直研究的话题 也就是时间的本质 在不断的研究中发现 时间是随着速度变化的 速度越快 时间越慢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希克森感到过了几天 其实躺在河流边的同伴才过了几分钟 我们所普遍认知的现代的物理学 是讲时间是恒定的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经典物理学奠基人牛顿 就是这种恒定的时间大舞台 运用的最为淋漓尽致的人 从而发明了他的经典物理三大定律 然而自从爱因斯坦 薛定谔等等一大批的量子物理学家 从相对论的角度来界定时间时发现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时间的本质其实和大众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时间是一个变化的量 并且和空间一起组成了时空网 所有的物体包括太阳地球金星火星 都是存在于这个大网之中 我们的星球能够围着太阳转 而太阳围着银河系的中心转 都是因为大质量的天体改变了时空的曲度 从而能够在时空之中 如在碗边上滑动的钢球一样 不至于瞬间的掉入碗底 这就是时空扭曲 亚历史多德就曾经讲过 时间是对变化的量度 是一个相对的量 比如我在飞碟之上住了四天 这个四天仅仅是一个相对的事件的变化的量 在大质量高速运转前进的物体之中 你的时间是变慢的 也就是说速度越快时间越慢 甚至科学家希望通过 希克森所感觉到的时间差的描述 来计算出外星飞船的速度 结果让他们是大跌眼镜 要么这个飞船是极为的接近光速 要么甚至是超光速的 这完全不符合经典物理 也不符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甚至不符合哲学家们的因果关系的观点 因为正如爱因斯坦所定义的 光速是恒定不变的 如果出现了超光速 那么意味着我看到你已经把面条吃完了的碗是空的 可地球上的对面的你才拿出筷子准备吃面条 也就是说如果超光速存在 那么我会预知或者是看到未来 这是完全打破科学奠基理论的因果关系 即你必须先吃掉面条 然后碗才是空的 而不是我看到了碗是空的 但你还没有吃面条 所有的研究还在进行之中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 而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出的一个延展的结论就是 时间之所以我们看来是连续的 过去 现在和未来 是因为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大脑欺骗了我们 就像是我们看不到量子到底是波浪运动 或者是粒子运动一样 更深一步的讲 时间是一种假象 就像是我们做数学题中的辅助线一样 它并不真的存在 但人类的大脑要依靠它来区分先后和因果 而意识是创造的来源 也就是我们的意识还没有达到那个层面 来理解时间 来理解外星人 以及来理解生命的真正的源头 我们生活的地球存在几十亿年 宇宙浩瀚无边 当你还在为你认知的科学辩解 时间是永恒不变的话题的时候 其实科学本身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有人还在为我们人类发展 为啥少了几十万年的考古证据的时候 前沿的科学已经在寻找外星生命的路上 甚至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 外星人或许早就已经来过 或者如一体一样 或者以某种意识存在 在我们身边轻轻的走进我们的清醒梦之中 与人类进行交流 或许每个人都是被绑架的对象 只是你我不知道而已 这就如同是对时间的谜团一样 在不久的将来 随着人类意识的进步 外星生命的谜题 终究会被揭开起神秘的面纱 大家对外星绑架事件 怎么想呢 订阅关注 明日暴富 下一期我们嗷嗷的 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